你好,浩俊車行,有甚麼幫到你? 我們在這裏自設車房 全日支援 車身維修 機件補養 代客收租 的士管理 效率保證 技工認可 好,沒問題,待會見 土瓜環上香道 35號B 2773-6766 浩俊車行 通常提供 9小小小小小 有影響 0小小小小小 字幕提供 Yo! 我是教村 今天又是風和日麗 在哪兒? 探子回報報料 我們都知道frenz報料 它說今天叫了我們來體業村 體業村 這條老人村的商場 其實體業村當年就離了機場 所以就不會太過了 這個感覺是寬落的 雖然三、四、三十年歷史也一定有 樓和樓之間不會很密集的 是很開陽、很舒服的 一個很舒適的小社區 其實我也來過來吃東西 其實大家看看這間 粉麵檔,其實你不會看它細小的 無論價錢和質素 我都覺得在上上之選是寶座的 而且我另外發現,大家看看這一片 有一個小型食物 其實它有很多食物是不同類型的 不像是同樣的 或者是很普通的粥麵、飯麵 我其實來過幾次吃東西的 不知道是老闆轉了還是什麼 其實現在有一、兩間都在裝修 雖然這個商場可能空調比較少 但是其實走到出來也不是太過熱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的士站 那裡的巴車,那麼多位師兄 其實巴車也算方便的 放回到的士站裡面 還有現在我再和你掛掛 這個停車場會不會有咖啡 好,我們就一邊走一邊說吧 好啊 學生餐 學生餐 找個肥媽吃個學生餐 咦,一進來就馬上吃好一點 是的,但是在裝修 原本呢 現在是來做粵式的 越南啊 是啊 是啊 但是教主 我看到有些東西挺有趣的 是 鹹湯丸 是啊,這間店很特色 我覺得很香啊,是不是開瓶啊 是啊,你做個鹹湯丸 好嗎 麻煩你做個鹹湯丸 鹹湯丸 還有我 你們哪一間 特色 我看全港最多元化的YO TV 哈哈 我們網台來的 麻煩你做個鹹湯丸 這個是不是有幾個特色啊 鯪魚乾鴨肉蒸飯 都好啊 好啊 沒有很多鯪魚乾,不過呢 我可以鴨腸蒸回頭肉 好吃嗎 是不是啊 是否特色啊 還是你的腸份會好一點呢 腸份是特色的 是嗎 誰的腸份特色啊 我啦 鵝腸好吃的 你最特色的 你當然不用說 真是鬼嘛 我嘛 是嗎 麻煩我很出名的 好啊 我愛這個 教主,我們鹹湯丸 其實是小吃一點 是嗎 而且不是小吃 是外面沒有幾個地方吃的 是嗎 你吃不吃 麻煩鵝腸 都好吃的 什麼鵝腸啊 麻煩鵝 麻煩鵝 是什麼 麻煩鵝 好啊 好啊 那我愛鹹湯丸 我這兩個有特色一點的 這兩個 我們先吃著 我們再看看店裡有什麼要吃 好啊 待會再拿一下 先給錢 先給錢 嘩 真是很價錢啊 我看她的東西 很便宜 收錢吧 麻煩鵝 進到來 我都被吸引了 什麼是慈雲三 粉仔婆 粉仔婆 是嗎 但是不見婆婆在這裡 是嗎 沒有婆婆不得此 還有個帥仔在這裡 這檔東西 我進來繞圈了 最帥仔的這檔 真的 你看到這個 你可不可以 像Tom Vicky那些 千水為驚驚那些 你看到有紋身 是嗎 其實大家看 我們最重要 大家覺得 我們飯團的宗旨 就是要 站立 站立 你看到串燒店 你看到這個店多乾淨 是不是 沒有很大油煙 很脆脆脆脆脆脆脆 我們這裡就叫了食物了 待會有食物到的時候 我們再吃 師傅發板 店製飯 就是這裡 其實這裡 原來是連接街市 還有我走了一個圈 這個街市 我猜都猜不到 這麼乾淨的 現在它新式的屋邨那些街市 雖然現在這條村 是略為不久了 歷史 但是它的新式的管理 其實 你好像進了Supermarket 那些 有光眼 最重要的地下 不滑不濕 你去到麻魚島都不濕 還有我在這個街市 竟然找到一些 挺高級的海產 哦 教主要來到 這裡 其實轉彎還有兩間帽 除了這個電参帽 轉彎進去 別有凍 是啊 其實呢 又是我們的宗旨 最重要是經濟衛生 是啊 我們看看 有些筆筆送 兩道菜 好東西 有穿著校服 我又叫這些叫做 師奶菜 不煮飯可以下來 筆幾個菜 你看那些涼瓜 炒得多漂亮 青青綠綠 這些一看下去 又不會太軟 不太軟 最重要真的 25元 29元 兩個菜 29元 兩個菜 還有 25元 加三皮 哇 你在香港地哪裏 嘩 這排骨也很漂亮 你看那些薛椒排骨 肥瘦相隔 又有一點軟骨 剛好有些 有些 有些 正 豬手 豬手也很漂亮 你最喜歡吃的豬手 哈哈 這間呢 就 壽司雞 這間是壽司雞 這間是壽司雞 是不是 肥貓 肥貓 我真的很辣 喜歡吃這些 那我們做個懶盤 對 做個懶盤 喜歡吃什麼懶盤 做個 做什麼 手撕雞 加大腸 是不是可以這樣 可以 試一下 手撕雞 加大腸 要辣 要辣多辣 手撕雞 加大腸 你一看到它 它已經是一個叉 好吃得辣 當然 好 那試一下這個 但講到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衛生環境 因為這些涼盤的食物 直接會進口 你看到這間店 剛才我見到老闆做事 你看它 它是很乾淨 很乾淨 對不對 現撈 現食 全部都在雪櫃裏 保持溫度 一定要有這些 在台灣 不如叫我攝影機 來偷一下 偷一下 拍攝你 拍攝你 可以嗎 我一點怕 不怕 我們這些很輕鬆 你加上 這麼熟練的手法 我覺得你每分鐘 成7,500吋 對吧 對吧 真的要這樣 7,500吋 還有什麼來的 這個是花椒油 是 這是秘製醬料 哇 秘製醬料 這是芝麻油 芝麻油 真 我很喜歡吃這些 台灣也是有這些 是 哇 每晚都吃 是嗎 是 什麼都要多 最重要 最重要是辣 對 完全好吃 那我們趁師傅攪拌東西 看一看街市 嗯 教主其實去到哪裏呢 最喜歡看街市 這些 糖餅 是嗎 拜神用 我們如果朝鮮人叫做大發 這些最緊要爆開 最緊要爆開 夠發 你們一爆開就夠發 那麼這間都不錯 做些包點 有時候有些 節慶 拜神可以下來這裏買這些 大菜高 是啊 大菜高幾錢杯啊 姐姐 18元有兩杯 18元有兩杯 是啊 9元杯 要不要弄兩杯做甜品 轉頭先 轉頭先 我又很喜歡吃大菜高幾 多漂亮 喂 你看這個街市 真的很闊落 你看看 去那間凍肉店 嗯 好像去了Supermarket 那樣 是啊 多漂亮的元貝啊 帶子啊 澳洲的日本的 全部都有 那沒辦法 你真是想不到在啟業村 對 對 始終是時代進步 就算呢 普通的價錢 全部凍殺在這裏 全部很清晰的 很整齊 你看菜 排到 哎呀 大隊長超人所採 先問一下 哈哈哈哈 超人所採 好了 那我們現在拿了一些食物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不好吃 是不是 我說沒用 嗯 yo 哇 教主看到整台美食了 剛剛沒有來了 好像吃滿漢一樣 我們現在 那我們真的事不宜遲 其實呢 你試吧 你試這個剛剛吃了 嘩 真的很棒 鹹香丸 鹹香丸這家店 是開瓶點美食來的 真的 香港呢 你如果在這些街頭小吃 你找得到呢 都挺艱難的 嘗嘗 嗯 嗯 如果台灣人就叫QQ QQ 很QQ 很QQ 那你買了 我買當底很棒 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 但這個油渣麵又不一樣 他用這個粗麵 和外面最出名的那間有少少不同 這間就是在慈雲山粉仔婆 一會問一下老闆 是不是真的在慈雲山下來的粉仔婆 我最重要這些東西 我試一下那個豬油渣先 還有那個湯頭好不好先 OK的 豬油渣 那個湯頭也不錯 甜甜的 不錯 那另外呢 我想真的要趁熱那些餃子 要不然就黏起來 那試一下餃子行不行 這個 這個不止是香菇餃 還是三鮮餃 看起來呢 你只是看餃子多飽滿 醬糊糊好像我的肚子那樣飽滿 餃子呢 這個剛剛蒸出來是熱辣的 對 你吃的是菜苗餃還是韭菜餃 韭菜啊 韭菜啊 你那個呢 我那個是木耳 我相信可能是三絲 或者一些木耳餃 很足夠的 很足夠的 醬糊糊 很好就熱辣了 這個 我的皮剛剛蒸到呢 有時候呢 好多的這些 爛了那些 真的好嗎 是啊 這個是很軟熟的 沒有那麼容易吃飽啊 是啊 我想我以前有個 山東的朋友 轉筋吃的 是啊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真的 我這樣有兩本 我這個呢 在木耳加起來 那些豬肉呢 是很鮮味的 嗯 我看你豬的人家粉 嗯 原來呢 慈雲山粉仔婆呢 是不只有 油渣粉賣的 有串燒 有串燒 你看那個茄子 我每次吃串燒 這個是我賣最喜歡的 嗯 它很狠 是啊 這隻多大隻啊 還有你感覺到 它那個茄子 真的感覺到 哇 你看那些蒜蓉那些 是 很香 是啊 不會的 還會有一股味道 是啊 你看 這些茄子 最怕是老的 吃茄子 就是它的蒜蓉 加起來 很嬌亂啊 很滑 那種感覺 就是吃多少條 都不怕的 還有呢 慈雲山粉仔 他跟我說過 阿粉仔婆 他說 聽到說你喜歡吃辣 他說強烈推介這個 椰菜花 嘩 椰菜花有些粉絲 是啊 他說這個是強烈推介給九哥 他說你這麼吃得辣 是不是 有野味 那我相信他不知道 是不是用一些 老乾媽 那些 來炒過 嗯 那麼 一來到結埃的石子 那些香味已經 好厲害 嗯 有些酸椒 有些酸辣 是不是 如果焗久一點 再收乾一點 沒那麼濕 我想還好 對 我也覺得是 但是呢 其實挺適合我口味 對 有這麼多麻 辣多 那我那些四川朋友多 我就要麻 那這個呢 這個是 有個陳川粉嗎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開瓶的 一個開瓶的 腸粉 那它是配了一個 什麼呢 這個叫做馬鞍鵝 馬鞍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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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開瓶的 一個特產的鵝種來的 那馬鞍鵝 又沒有散頭的絲頭鵝 那麼大隻 那 它再配個腸粉 又試一下有什麼 那現在呢 當時得令 最熱誤是這些 炒皮腸粉 是啊 腸粉 看看有沒有米香 米香就有了 那你吃炒皮腸粉滑 那就是真的騙你的 那它有些質感在這裡 再加上這個 鵝的汁呢 鵝是什麼味 都是一些柱頭 那些用來炆的 和腸粉又是另一個吃法 那事不宜遲 我們試一下這個 好 手撕雞先 剛才看到了 嘩 這個粥料 是呀 剛才看到很乾淨的粥粥 那個盒子 那個 阿九哥說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這些涼拌 是的 這個應該不會失望的 嘩 那些芝麻醬 那些芝麻油 嗯 嘩 嘩 來到那股味 一間味蕾都開了 另外呢 有兩件事呢 我隊長呢 故意說 因為他喜歡吃 就讓我們試一下 那是春卷 啊 我不知為什麼 我知道 一人一半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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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吃春卷 不知道為什麼 想起別的東西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 什麼啊 那是春什麼啊 不知道啊 我想起娛樂圈一些趣味 哈哈哈哈哈哈 嘗嘗嘗嘗嘗嘗嘗 哇這真的好吃 這個雞 是啊 它的醬呢 混合出來了 你猜也猜不到 在後來 food court 環球美食 還不是氣那個 我吃得出去 有什麼湯丸 油渣粉 燒茄子 甚至乎手撕 全部都是用心去做的 不是很韓國 全部有自己的味道 沒錯,是獨特在 原來這間的豆腩 豆腩的麵包 我都不像 話說回來,今天想重點是說這間 誰不知來到太多東西 搞到我們說了別的 是呀,說這些內臟的東西 我們幾十歲人 但是不試就不行 看你的樣子 我吃過很多店 其實這間 教主要是牛肚 吃牛肚當然要吃磅 牛肚 懂得吃 吃牛肚最珍貴當然是吃這條磅 磅是甚麼 那條是甚麼名字 這個胰座 胰島素 做胰島素就是這裡 吃下去是很粉的 如果是漂亮的牛肚 嘩 它就未去到很頂級的那種 但是吃下去 它不是沙的 它是很舒服的 那有機會 帶你去吃一些頂級的牛肚 頂級的牛肚 它咬下去舒服不得似 醬汁吸進去 你吃起來會爆出一些醬汁 而且 你不要看它好像 色澤一般 但是是很夠味的 味道夠 味道夠 但是我們這些 事不宜遲 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還有今天我們很大的工作 所以我們一起開餐 拜拜 來來來來來 拜拜 好 又到我們林狗找艇教室了 林狗 聽說最近很多艇長說要找艇 你有什麼介紹 哦 那就對了 Mr.D 近期的而且多了師兄要找艇 那來找艇的當然是 雲訊車行 雲訊車行有什麼好呢 雲訊車行就好了 哦 他們老闆呢 我們就叫魚仔 魚仔呢 思想年輕 將他的年輕概念 先進的管理概念 就帶入了車行 所以他們有什麼要求呢 最重點就是 大家可以雙雙量量 不會像以前那些 被人說 哦 好古老啊 不是的 絕對不會 所以這麼多位師兄來到 可以先打這個電話 或者親臨 雲訊車行的現場 就可以找到魚仔 大家開心心 你想要什麼車 即管開聲就沒問題了 好 那大家記住 林狗的提示了 好 我們今集就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 Yo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 立刻點到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和share 和我們一起聊天 Yo